南非各地的民眾 星期日為曼德拉早日恢復健康而祈禱 她被很多人看成為是南非之父 南非前總統曼德拉肺部感染復發 住院治療進入第三天 有關官員說 曼德拉病情嚴重但是穩定 南非總統組馬辦公室 星期一在一份的聲明當中說 曼德拉的健康狀況 和星期六進入醫院的時候 情況沒有什麼不同 現年94歲的曼德拉 是反種族隔離制度的偶像 自從去年12月以來 她已經是第四次住院 曼德拉的知己安德魯·穆蘭傑尼 對週日時報說 這位廣受國際敬仰的政治家 或者不會再康復 並且敦促曼德拉的家人 放手讓她離去 穆蘭傑尼說 當曼德拉的家人放手的時候 南非人民也會接受這樣的命運 週末年12月 男生 我請你 當時的風格 我講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